小伙伴们,我今天必须要来说一下呢,昨天微博之夜,小点穿的这一套Elisab的2023年春夏系列的高定礼服了。 那大家都知道,Elisab一直是高定礼服界的这个佼佼者,很多欧美的大牌明星在出席最重要的典礼场合的时候都会选择Elisab的礼服。 但是呢,Elisab的这个高定系列的这个概念呢,一向都是女装的这个战场,男装很少有这个Elisab的男装一般都是定制西服,我们叫Be Spoken,但是Elisab呢,那它不一样,它有很多忠实的男装客户。 所以从2022年,就去年的秋冬系列,它第一次发布了这个男装的高定造型。 那今年的2023年的春夏系列呢,它一共发布了70套造型,其中有6套就是男装的高定造型。 那我们也可以从它的这个官网的这个Lookbook呢,一起来看一下这6套男装的高定系列造型。 那这个系列呢,2023年,它基本上男装都是风格非常一致的,采用象牙色的这个为主调,然后同时呢,坠于它家经典的这个重工的刺绣和镶嵌系列。 那这个系列呢,官网上也说主要是受到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的这个影响,其中有很多元素大家可以看出来,像这种中长款的外套。 啊,和这个这个这个丝织织织的这个质感,都是有这个压轴元素在里面。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,这每一套都是极致重工重秀,然后非常的精致典雅。 那肖战选择的这一套,我个人认为哈,是23年这个6套男装高定系列中最适合舞台,同时又不会太夸张的这一套,然后把它本人的气质也衬托得非常的淋漓尽致,就充满了这种小王子的风范。 你有没有被迷倒呢?